原料会主委谢小新日前被爆出了疑似对女秘书有不断举动 还利用上半时间带女秘书到咖啡厅视讯监客 案件是在监察院还在调查当中 而谢小新在事件爆发的第一时间 都是透过发声明的方式来回应 连立法院的质询都请假 不过今天他亲自到了立法院备询 解释说带外情基要秘书一切都是为了公务 自己觉得没有什么 而民进党立委范云 他是利用质询时间当场帮他上性评课程 立院质询时间 民进党立委范云滔滔不绝讲着性评观念 原来被询官员就是先前被爆出 对女秘书有不适当举动的原能会主委谢小新 一个月之内可以给我一个书面的报告 可以吗 可以 谢谢范云的指教 乖乖站着上了六分钟的性评课程 谢小新一句谢谢回应 因为日前被周刊爆料 疑似用言语和肢体性骚扰女秘书 但女秘书到咖啡厅视讯监客 监察院因此立案彻查 但谢小新不认自己有错 我不认为不好意思 公务有关基本上它是应该的 它不仅是机要 它还有秘书的性质 那机要呢就有所谓的贴身的性质 强调为了公务才带机要秘书 但爆出争议自己也有反省 目前呢这个商客呢基本上呢在会内里面做 经过这件事情 你要问我 我当时我觉得做 应该可能应该要更慎重 风波能否平息 行为是否恰当 就等监察院调查报告出炉 这次是胡卫伦特别报道